520这天回到政治焦点 这也是总统蔡英文就职七周年的日子 蔡总统在总统府内召开了 重新定义台湾记者会 他提到的是要维持台湾 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另外也说到台湾不是风险的制造者 是负责任的风险管控者 也说台海的议题必须要和平的解决 战争不是选项 另外也会致力来维持现状 避免冲突 以对等的对话来化解分歧 而蔡总统剩下一年的任期 施政的方向 他认为做不完的 可以用一加四年来完成 是做求给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而在会后接受媒体提问时 蔡总统也肯定赖清德 的确具备领导人的特质 拥有处理国际级问题的能力 总统蔡英文就职满七周年 召开记者会 以重新定义台湾为主轴 发表谈话 扛了很多压力指的或许就是两岸关系 不过蔡总统也再次强调台海和平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已经是全球的共识 那现在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我们不仅在全球供应链上 有关键的角色 记者会开放媒体提问 也被问到尖锐问题 当时采购BNT疫苗 府方是否有介入阻挡 蔡总统也强调未来实证方向一年加四年执行 很明显是做求给正在台下聆听的副总统赖清德 蔡总统是否支持自家副手来接棒受到关注 蔡总统的回答让赖清德笑了出来 谈话过程中两人也不乏眼神交流 520这天赖清德主张国政如常 没有大场面的造势却是全场焦点 华氏新闻专业会呈陈建安台湾报道 晚节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